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有的时候马后炮你正好可以体验在某一天朋友圈里传播的一种情绪 比方说9月3号 对吧 在此之前很巧合 其实我不单单是想讲这个傅雷 你知道出来了很多朋友圈的怀念傅雷的文章 因为他是9月3号夫妇俩在上海50年前自杀的 可是你知道在同一天 其实我今天更想讲一个我很轻暮的人 叫陈孟佳 日子有很多巧合 50年前的9月3号傅雷在上海自杀 陈孟佳在北京自杀 但是再往之前还有一个日子的巧合 8月23号 50年前的8月23号 老舍不是被打被批斗吗 8月24号老舍投了太平湖自杀吗 然后在8月24号这同一天 也自杀了一个陈孟佳 陈孟佳第一次自杀 8月24号 他就跟老舍那个同一天 他吃了这个大量安眠药 但是没死成 又救过来了 量不够 量不够 然后呢 又在9月3号再次自杀 恰好跟傅雷夫妇成了同一天 我觉得他第一次自杀是跟老舍一起 第二次自杀是跟 不能说跟老舍一起了 跟老舍恰好在同一天 时间是同一天 所以我们可以啊 先看看照片 怀念一些个这个当年的故人吧 这是傅雷这个夫妇 然后你再看下面 这是傅雷夫妇 在门前啊 这个傅雷种花啊 猪梅妇 然后这个傅雷的这个故居 故居 当年他在这个园子里种满了花啊 呃 然后我们这个再看 再看就是刚才讲的 陈孟佳 你知道我喜欢陈孟佳就跟这两天 我看见一个女作者写的文章一样 其实最初没别的理由 就一个字帅 颜值 太帅了 但是这个偏偏家公子 你再看这个陈孟佳和他的太太 当时北大笑话 赵罗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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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夫妻俩的合影 这个待会我要讲到 这个是著名的当年的文物贩子 叫卢秦斋 这个卢秦斋啊 曾经名声不大好 因为他就在那个年代啊 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昭灵六郡 就是说这个六匹 唐太宗嘛 六匹马的那个石刻 他卖了两个 好 一个叫萨鹿子 一个叫什么全毛窝 还是什么 我不一定说的准 卖到了这个美国 但是呢 后来他跟陈孟佳 在外国有一段姻缘 但是雷老师最适合讲讲 这个陈孟佳 所以我把您请来 谢谢 这个陈孟佳呢 因为他是这个 他的就是说 你刚才说他帅 因为我们单位 就是我们所 近代人所和考古所 是在一个院子里面 就是四九年之后 原来那个院子吧 是那个黎元宏的总统府 后来是北大 当年北大红楼 不都在那附近吗 是北大的这个文科研究所 还是什么 那么当时胡适就住在那 那么四九年之后 就有这个三个单位 当时都是中国科学院 当时是近代史所和考古所 和这个科学院图书馆 都属于中科院 这三个单位 就都在那个院子里 实际上就等于说是 好像一个大学的 一个三个系一样 你在近代所 陈孟佳在考古所 对 但是我当然 我八五年去的时候 他早已经 这个过去很多年了 那么呢 我们所的很多人 都跟他认识 都很熟 那我也认识考古 我们都在一个院子里 我也认识考古所的很多人 尤其当年老先生 都说跟他也很熟 自然而然 在几十年谈话中 都会时不时的 有时候会谈起他 他一个 你刚才说帅 昨天前几天 我们谈起这事 有几个老先生 还说他真潇洒 帅 钱多 对 花钱 很任性 喜欢什么 就买什么 买房子 买明代家具 买什么 并且爱帮助人 所以他有时候 买了家具之后 就没钱了 经常是买了 所以你看 王世襄也说过 王世襄 大家主要是明代家具 闻完大家 大家说他的 明代家具研究 主要是跟着他学的 王世襄就说 这个陈梦佳是明代家具 这方面 陈梦佳是他的引路人 他就说 他当时王世襄讲过 就说陈梦佳买东西 他说我跟陈梦佳没法比 我就买点边边角角 陈梦佳买的都是一堂一堂的 这个明代的这个家具 说他在北京哪个地方 曾经有一次买了18间平房 就是千梁糊涂 离我们所也不远 千梁糊涂 据说是用他写考古的 一本书的稿费 稿费 应需补辞综述 你想想这啥年代 我们一本书 可以买18间房 今天是18本书 买不了一间房 知识分子谢识分 真是太不像话了 这是 所以他就是 这个人特有才 他从前是个 严格说他应该是成为律师的 因为他考上是中央大学法律系 还有律师这个什么 正让吧 职业证 我所知道的陈梦佳 就是新乐派诗人 对了 对 就是就是 徐志摩啊 文艺多啊 这个朱湘啊 陈梦佳啊 名字是连在一起 在我这个研究的学科里面 我们上课还会提到他 对呀 他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他在读法律的时候 上了文艺多的 选秀了文艺多的课 就对文学艺术诗歌感兴趣 到后来 那个 这个徐志摩 也欣赏他 他就开始写诗 他说很小二十 他不没有 发表的时候还没有 嗯 就开始 写诗 就成了新乐诗 后来编了一些诗集啊 但后来怎么做起考古来了呢 这又说 这是近代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啊 比如说那个 128抗战的时候 他还到上海了 前线 回来还写了诗 歌颂抗战 但后来文艺多 走向了这种考古啊 学者 文艺多是搞美学 又是新乐派师 走上这条路了 希望他也走这条路 他跟着文艺多逐渐就 走上这条路了 文艺多到青岛 他也到这里青岛 后来觉得应该 他应该再继续学习 就到了燕京大学 上了这个叫做宗教学院 或者就习惯的称之为神学院 嗯 神学院学说 那叫学古代文化啊 什么希腊罗马啊 包括中国的 这样呢 他就开始往这方面 转了 就越来他成就还很多 写诗 和这种古文字研究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 但是这个情况 已经不是一个了 文艺多是 他是 还有郭沫若也是 最早是写诗的 后来也研究甲骨文 就是最早是新文学 而且是写诗 不是写小说 是最玄乎的东西 但是他们后来就都是 做考古 做最扎实的这种 这种文化的研究 这个现象 但是文革当中 红卫兵批判他 你知道批判他什么 他好像不知道在一个 什么场合里面说过 说那个西南联大的时候 文艺多啊 衣服啊 臭了 就是身上都有味道 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说 污蔑革命烈士 因为那个文艺多很熟很熟 是他老师 污蔑革命烈士 在那个当时不是开玩笑 那当然了 文艺多是革命烈士 我还看过呢 那个时候就很多学者 也发动必须得批判他 批判他就说 他研究的这个 殷须补词啊 这甲骨文啊 这些古文字啊 就说他全是抄袭的 说你看 就说这个钱 大家都对他有钱 有印象 说他就是到处抄袭啊 他没什么自己的真本事 他就是到处抄袭 出了这个书 为了换钱 过他腐朽的生活 就是那个时候这么批他吗 对啊 所以他批他也是反右之后 因为他被打成右派 他是反右之后 因为他打成右派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对文字改革 和他抱有不同意见 他不同意见 他谈的还是谨慎的 他并不是说我根本反对 他说要慎重 就改那个字了 要慎重 这一下就觉得你 反对这个 当时认为是这个国家主导的 或者党中的这个决策吧 就右派 他就成为历史学界 因为他的威望很高 那么历史学界几个大右派之一 其实他那时候也才四十出头 四十出头 但是已经你看 他干了多少事 写诗就二十来岁就成名了 还编了 到四十来岁就成了古文字 这方式权威 打成右派 那就是同行什么的 那是一个没有沉默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时代 你必须得 但他后来为什么自杀呢 是他被批的特别厉害 这个是在反右过程中 并不得了 反右过程中呢 他被批什么 他还做自己的研究 他一直直到四星的时候 他还搜集很多资料 想做很多的研究 那你知道 一直到文革以来 这种牛鬼说声 尤其你是大右派 那马上就 就成为首批挨斗了 挨斗挨打红卫兵啊 打呀斗啊 但是打斗很多人啊 为什么他就自杀呢 比方我们上次讨论老舍 老舍有很多 个人性格上的原因啊 家庭的原因啊 还有老舍一直表现很进步啊 他受不了啊 他第一次被打就完全受不了 那陈孟佳是自杀的原因 这个呢 自杀的原因可以说 就刚才这个文太讲了 是两次第一 因为你想 都是从北京这个8月18号之后 打批的 为什么 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这个日期很有意思 枪枪三元形广告之后见 你说那傅雷又为什么自杀 实际上呢 你都会发现 他早有死的这个意志 第一个跟傅雷的性格有关系 人们就说傅雷身上 其实有中国古代儒式的一种 而且他性格本身就是脾气暴躁 就是刚直的这样的人 而且甚至傅雷很早就有求死之心 甚至于我觉得傅雷的性格都很有意思 我看到一些个记载 就是他第一次被 最早被打成右派的时候 他就自己就表示 要不是看着傅敏呢 第二个孩子还小 我早就死了 然后后来呢 你说他 我有时候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女人很伟大 真的 我有很多其他的感想 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的太太朱梅傅 朱梅傅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就是非常贤惠了 能够忍受傅雷这样的暴脾气 但是傅雷决定死了之后 有一个他们家的亲戚 就跟傅雷说 说老傅啊 你走就走了 你能不能把梅傅留下来 但是你看 傅雷这种性格 是不是有点暴君 还有点什么 他会觉得 他说不行 我不能留下 他独自一个人受苦 同样 这个朱梅傅 自己也跟傅雷就表示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 在那边孤独 我就是女 就是男人 不知道训了 他相信的一个什么 女人就跟了男人走了 这段事实是有 有不同记载的 你们看到的是怎么样 一个表 一个版本是说 傅雷是吃这个药片的 是他老婆 到了开水 让他吃了药片 看他平静的死去 两个小时以后 他老婆拿背 他那个 他夫人拿背单 在窗前吊死 这是一个版本 对不对 你有看到吧 我看到 这个版本是极其戏剧化的 因为我们会无限的想象 这两个小时的这个场景 就是一个人已经去了 一个人是自 就是在跟他去 这个我们就想 但是我看到的是 叶永烈 对 他通过调查呢 他说不是 他似乎否定了这个 他说当时呢 之所以给人造成是服毒的印象 是因为他那个保姆啊 保姆是可能两个钟头之后才去 去了之后 傅雷已经躺在地上 他觉得可能 过了两三个小时 会有这个尸斑呢 什么 他造成一个毒 服毒的印象 是他那个保姆说的 但是呢 这个叶永烈后来呢 又去找了排出所 最早进去的那个人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门呢 光加给大力撞开之后啊 实际上拿那个床单 拧成布条 挂着的傅雷啊 就断了 掉下来了 掉在腾椅上 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还是这个掉上吊 那如果是上吊的话 就是等于是两个人一起上吊 挂在窗子上 一起上吊的 对 这个好像还比较 就是 因为前面这个讲的太太三清 就是说等于一个去了 一个真的 真的去去训 呃 我我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说法 就是我一个感想就是 老舍 是冤死 嗯 他死都是个冤 嗯 傅雷啊 这个上海人啊 他死给你们看 嗯 他就是死给你们 就是陈丹青讲的 就是骨头 他是抗议 他是抗议 他不像老时候是说的 我是冤的 什么 所以他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他的那个夫人呢 为他做出很多 你知道 傅雷曾经有一个婚外情 你知道吧 嗯 叫陈家刘 陈家 陈家那个时候 宋琪家 他陈家跟 跟那个 傅雷家 江苏路 他们是邻居 陈家刘的姐姐叫陈家和 嫁给刘海素的 后来呢 跟刘海素离婚以后 那个陈家和呢 跟别人结婚以后 生了个女儿叫萧芳芳 哦 就是香港的那个 有这么一段故事 但那个陈家刘那个时候呢 天天到傅雷家里去 他要在傅雷才能工作 然后他老婆都都看见 就一直忍受 那么 这个事情呢 后来被张爱玲 写进了一个小说 张爱玲这个小说的名字 很奇怪 谁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小说里边呢 就想有个女的来找这个作家 作家就是张爱玲 里边假装是一个作家 女的就讲 他爱上了一个教授 非常爱 教授也爱他 可是他有家庭 有小孩 我该怎么办 然后这个女作家就跟他说 你赶快找另外别的人 或者呢 你离开上海 到别的地方去参加革命啊 什么什么 后来这是 他是张爱玲写的是真实 而这个人真的就离开了 但是并没有找到爱的人 有一说他一生没嫁 有一生 有的人说他在香港结婚了 这件事情后来 傅敏啊 回忆录里边都有 都有回忆 都有提到 但是说的是 他说我们的母亲伟大 你说他说这个 我就想起啊 陈梦佳应该也风流 就是说 为什么那么帅 对吧 因为你说起来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记得上次我们讲钱钟书吗 对对对 他在讲钱钟书 讲钱钟书 这里面啊 有冯友兰的女儿 写过一个小说 叫东藏记 写那个西南联大的那个时候啊 教授们之间的关系 有人对号入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毕竟是个小说 比如有人就说 这个是钱钟书 那个是杨将 似乎在那个里边呢 也有一些揶揄吧 对吧 有那么一些个描写 甚至对号入座 里面还有陈梦佳 里面还有赵罗蕊 甚至有人说呢 赵罗蕊这个北大小花 当年就是围城里边的 唐晓夫 说据说 传说 钱钟书年轻的时候 曾经追过这个赵罗蕊 好像就是 但是最后呢 赵罗蕊选择了这个陈梦佳 然后呢 在这个东藏记 这个小说 我非常巧 就很莫名其妙 就是我9月3号 我一翻东藏记 这个小说啊 我翻到一段 就是那个 按照他们假托的 就是这个角色是赵罗蕊 这个角色是陈梦佳 我竟然偶然翻到 哎 好像是陈梦佳 有点外遇之类的 这种情况 嗯 起码就是说 如果有外遇什么 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前 那会闹得沸沸沿扬 跟每个人的历史 都要扒得清清楚楚 一直没有这个 就是唯一的就是说 是他那个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 因为这个 陈梦佳 不过这样 钱多 花钱大方 比如说 文一多 被杀害之后 文一多的夫人 有时候他给他 也给一些钱 资助因为还带着很多孩子 嘛 给钱 比如有一段 那个谁 在现在联大在什么时候 那个陈云雀 有一段生活有困难 他也 资助你 只要他有 他就资助你一点 那么他一个好朋友 去世了 去世了这个 女的 就 比如好朋友的妻子 还带着小孩 就是孤儿寡母 没有工作 就委托他来 照顾 就在我们所对面 就我们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院子 我们近代所 把门开在东厂胡同 就是门朝南 他们考古所 门朝 开在这个 东边 就是门朝东 在王府井大街上 一个四方形的院子 那么就是说 那个 他的那个朋友 那个孤儿寡母 后来生下来 就是在我们所对面的 门对面的院子 他经常照顾 而那家人呢 因为赵罗蕊身体不好 也去他家帮着照顾 这个赵罗蕊 这个后来等到 你知道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 都知道 政治上 生活上 要打你的时候 那一切都可以 夹到你 帽子上 那你说 就刚才讲 这个傅雷 为什么 那这个陈梦佳 为什么两次自杀呢 那刚才就是 还是说这个日子 就是说 一个8月24号 因为从 818之后 就是他们公开提出来 红卫兵提出来 红色恐怖万岁 北京市而那些红卫兵在 要武 送要武 要武 什么的 这个到处 到什么 有问题的人吧 你给说 神家去打砸抢 打砸抢 什么的 因为当时呢 我就是了解的 就是说 因为当时比如说 单位 学校 他是红卫兵去打自己老师 知道自己老师 谁有问题 谁什么的 他单位里呢 都是 就是街道上 街道上 他往往是找 巨委会 或者是找派出所 因为派出所都有点的 谁家的一个老太太 是地主婆 谁家一个老头 原来是个什么 右派 是国民党军官 是什么什么 他们就按照这个来 到挨家户的去 按照这个名单 到这家里 抄家 打 又打死了 那么8月24号 那一天呢 东方胡同的人呢 都记得 就是老人 都说 那一天呢 我们一个 就一个小小的胡同 我们所见面 8月24号 那一天呢 打死了六个人 还有女的 老年妇女 有的用的 犯法比较残酷吧 比如开水窖 那种嚎叫 在我们那 那些老人说 都听见了 都一个个的 尤其像成本家人 本身也是挨打了 挨斗了 那一个个心惊胆战 你这种日子还能活吗 尤其他那么潇洒的人 要受这种侮辱 他本身已经挨斗了 挨斗啊 挨打啊 戴高帽啊 游戒啊 那么潇洒 都坐着这些看着 所以他就 他家刚才说了 买了18间房子 就在前辆胡同 这时候红卫兵啊 什么的 把他家房子都给封了 就留了一片门 就一个小小的片坊 他那个是哪里的红卫兵 去到他家的 那现在就不太清楚了 就是有证据表明 很有可能 就等于陈孟佳 在8月24号 8月23号 到8月24号 就凌晨 这一夜啊 对 听见打人的 这个惨叫声 他整整听了一夜 哎 这玩意儿 吐死胡悲 我觉得有些时候 就说文人 或者说有些 骨气的人 哎 他有他的选择 但是有时候 我想啊 从最低级的角度 讲害怕 最低级的 换了我 就是啊 你比如说 许老师 假设说 你看见给打成这个样子 然后假设说 你想可能未来十年 我每天都要这样 你还活不活 这这 这我觉得 其实这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 因为你对前途的一种预估 嗯 你认为那就是这样了 天天弄出去打呀 那怎么活呀 对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为什么有点粉这个陈梦佳呀 所以其实现在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 他们知道傅雷 知道老舍 但我觉得他不知道冯梦 这陈梦佳在我心目中 是我很喜欢的人 就是这么帅 偏偏加工 就有结 着实偏偏加工 对 而且就是 还会玩文物 不是 到最后他研究 他研究清通器 你觉得 后来呢 他到美国 就清华大学 对对对 到美国上学 他在美国期间 访问 访问 然后他后来他给这个清华校长 这个写信 要求再多在美国留几年 因为他要做一个全美的 中国青铜器 流散在全美博物馆的一个记录 他都看过 都记录了 都 而且最后在他即将回国前 你知道我刚开始给你找的那个卢秦斋 大文物贩子 就是把中国的很多文物贩到 这个卢秦斋呢 不愿意回国 因为他自觉惭愧 对 就是把很多国宝卖到国外 这个陈梦佳 就去找他 就劝他 就是说 你啊 要想跟祖国人民赎罪啊 你捐出一件的 所以 捐出一点文物来 捐出一件清通器 现在他这个卢秦斋 当时就是在陈梦佳劝说下 捐出一件很有名的清通器 现在就在国博 所以陈梦佳是一个他一心在这个金石文字啊 这个诗文当中的这么一个人 他对政治啊 实际是据说是不通的 就完全不明白 你比如他有两句话 你就知道这个人当时对政治 他幼稚到什么程度 一句话是19几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什么事 说出去做集体 广播体操 1952还是52 让出去做集体操 结果他那来了一句 这个1984 你们说的就来了 这多幼稚 后来他自杀 据说他也留下一句话 就8月24号的时候 他也说 他说我不能再给他们当猴耍了 据说留下这么一句话 不幼稚 一点都不幼稚 而且我就觉得 你看看他这个新乐派啊 我那天看了个女作者写的文章 那女作者也是他粉丝 就还念了一遍他的诗 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个新乐派 他有诗人的这种 他把自己钻进一个野草 一个野花去体会 你仔细看看 写的很有意思 咱们可以看看陈梦佳的诗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 开了又落了 不想着小生命 向着太阳发酵 上帝给他的聪明 他自己知道 你看他变成了小野花去感受 他的欢喜 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 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 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 听惯风的怒嚎 就连他自己的梦 也容易忘掉 你看这个诗意 他就像野花 把自己的梦都忘掉了 这种客观的主观化 那就是很有才华的 又研究青通气 这样一个人 你刚才讲那个 我觉得我还想起一个人 也是王国伟 开始研究诗学 研究 甲骨文 后来是甲骨文大家 这两个极端的化约 都在极端中 化约 这都是 可以做个研究的 可以做研究 就是说 因为我 包括文艺多 那么我写过文艺多的文章 他这个化约呢 一方面就是说 确实这种甲骨文 什么的 这个研究 确实里面 他的学术的魅力 很大 跟猜谜一样 这种学术魅力 又跟中国传统文化 紧密的相连 好像要破解 传统文化的密码 你不要通过这个 并且呢 他这个呢 写诗 写诗需要更多的激情 对社会的关注 在某种程度 他们又是觉得 我能 我苛求一下 我苛求一下 我们当代的朦胧诗人 新的诗人 诗也写得非常好 但是你不会看到一个诗人 能够过几年 变成一个考古学家 哎呦 你你你明白我说的 我知道您是做这一行的 有没有啊 我们不是说 很少 就是说你诗人的 这些诗人我都非常佩服 那有些真是天才 像顾城啊 北岛啊 这些都 但是你很难想象 这些诗人 隔了多少年以后 变成一个考古学家 很冷静的 就是那个时代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真是追不上 小说家也是 追不上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物啊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我宁愿跟他们神交 这就是 这些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啊 这个风流倜傥 哎 这个 所以那个赵罗蕊啊 疯传他就是唐晓夫啊 虽然是捕风捉影啊 施子纯也这样说啊 实际上我要 我觉得作为围城的 很好的注解 这个赵罗蕊的夫妻 实际上也很有名啊 赵子纯 是燕京大学 刚才说那个宗教学家 或者叫神学院的院长 恒大